Hello Homies 你現在收聽的是克萊梅的宅報導 讓你宅著就知道國際氣候能源大小事 Hello Homies,好久不見 18號在2019年的尾聲要來告訴大家 Andoniu Goudais,也就是聯合國的秘書長 在COP25的時候告訴大家 在2020年時應該要做的十大優先氣候行動 對於COP25的結果 Andoniu表示非常失望 但是他說我們不能放棄 因為我也不會放棄 我將更堅定地促使2020年 成為全球共同守住的設施1.5度C的一年 而具體來說呢 秘書長有四大的工作任務 要讓氣候變遷持續的發燒 在國際政治議程的前線下 讓氣候變遷的議題繼續轉動 第一個任務是要召開國際的高階平台 讓國際的各國的討論出更高的氣候的行動計劃 第二個呢 要敦促金融部門 要加速陽氣褐色經濟的轉型 要強調的是要轉型至綠色經濟的體系下 第三個呢 是要協助各國與多元厲害關心人間產生對話 最後一個呢 是要在聯合國的層級下 要展開各個工作任務 在COP25的期間呢 聯合國秘書長根據2019年9月 紐約氣候行動峰會的討論基礎 發布了秘書長 2019年氣候行動峰會 暨展望2020年報告 報告除了會整了氣候行動峰會中 12項的議程結論之外 也提出邁上2020年時 應該左手進行的十大優先氣候行動 以確保守住設施1.5度的低碳未來 首先針對紐約氣候行動峰會呢 有幾個以下的亮點的結論 第一個是他們討論對話的基礎 都是要以2050年達到碳中和的目標為行動的基礎 而針對這個12個重點的議題呢 產生了42個主要的行動倡議 分別就是以剛來講的2050年低碳的碳中和目標 以勾勒出2020年2030年的氣候行動的具體的路徑 而預期呢 2020年前呢 會有75個國家要承諾提交 2050年的碳中和的策略 另外一方面 私部呢 也展現更高的氣候決心 包含了船運 食品業者 城市的行動者等等 也有來自全球12個資產的擁有者 他們的擁有的資產超過了2.4兆 而組成了一個淨零排放資產擁有者聯盟 承諾將於2050年前呢 要將所有的資產組合賣相淨零排放 並且要每5年要設定更嚴格的階段管制目標 最後呢這個峰會呢也相當重視青年參與氣候行動 舉辦首場聯合國下的青年氣候峰會 以提供平台給各國的青年 分享各自對於氣候的關懷想法 以及要強化氣候行動的解方 此外 Ando New也強調我們僅剩下最後5分鐘 就要進入全球氣候緊急狀態的午夜 2020年前全球的碳排放必須停止征服 並且以每年7.6%的降幅前進2030年 才有可能在現實下達成巴黎協定的目標 儘管目前相關的減碳進度已經延宕太多 但仍有許多希望可以讓我們相信將贏得這場氣候戰役 而未來的12個月也就是2020年前呢是非常關鍵的一年 2020年前呢將有必須採取的十大優先氣候行動 首先第一個行動呢是要確保主要的排放國家 在2020年前強化他們自己的氣候減量承諾 要求G20的國家因為他們G20的國家呢 越戰了全球排放量的八成 去於2030年前呢達成減量至少2010年的排放標準的45% 並以2050年近零排放的目標的同時呢 必須也要重視永續發展目標 除了這些G20以外的國家呢 雖然說沒有設定2030年具體的減量目標 但是呢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共同的在2020年前提交更具有減量決心的具體的承諾 那同樣呢也必須要以設施1.5度C下呢 來設定他們自己的短中長期的目標 同時呢也要照顧到永續發展的承諾 達到更高的共同發揮的效果 而第三個行動呢是針對過去在各國的自訂貢獻報告裡面呢 比較少提到的部分 要發覺這些過去還沒有完全發展的部門的減排潛力 包含了像是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 或者是次國家層級的減量行動 像是城市或者地方政府等等 而這次峰會呢也提供許多的建議 還有一些工具讓這些全球呢在上述這些行動下呢 可以納入各國的自訂貢獻報告中 而第四個行動呢也就是要確保社會面的保障 也追求公眾的轉型 在邁上碳中和的低碳轉型的過程中呢 要確保各國的國家自訂貢獻 也就是NDC要納入公正轉型的思考 要保障受衝擊的產業還有人民的生活等等 第五個行動呢是衝著燃煤發電而來 Andle New表示要減少當前的燃煤發電 並且禁止在2020年後更多新建的燃煤電廠 因為他表示煤的使用呢是當前低碳轉型的最大障礙 對於低碳經濟的轉型或者是人類的健康呢 都有相當的重要的影響 同時呢對於這些開發中國家 我們必須要共同給予支持 要協助他們找出可行的替代方案 除了太除燃煤之外呢 第六個行動方案呢 就指出了我們要加速邁向百分之百再生能源的未來 還要強化能源效率的提升 擴大這些再生能源電力的使用 也就是電氣化的程度必須要提高 包含了像是運輸部門的低碳轉型等等 要邁向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 提高再生能源的利用 電氣化的程度提高 勢必要投入大量的金錢 第七個行動呢 Andle New表示 目前的綠化資本流呢進展相當的有限 所以他在未來的幾個月內呢 我們必須要強化有序融資 永序金融的可及性 同時呢要增加工部門 以及私部門的綠色投資量 確保這些資本流都要符合巴黎协定的目標 而在碳定價方面呢 Andle New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不是要對人民課稅 而是對化石燃料加價 而在採取這些低碳轉型行動的過程中呢 免不了在過去這些 合攝精細體系下的產業 或者是人民或者整體社會呢 會有受到衝擊 所以在第八個行動中呢 我們就是要提高對受衝擊群體的支持 讓整體的轉型呢更具的韧性 而這個韧性呢指的並不是說 人民安全 人民有錢 之類的口號 而是要將這些氣候調適或永續性的要求 納入作為低碳決策的核心 採取立即的行動 以保護人民經濟以及環境 而第九個行動呢 是關懷到了小島開發中國家 以及最低度開發國家的保障 因為過去呢 對於這些溫室氣體排放 全球暖化效應的衝擊 他們排放的責任其實是很小的 但是受到的衝擊卻是最大的 因此對於他們的關懷呢 包含了像是強化2020年的減量承諾 賣上2030年百分之百再生能源 或是找出氣候行動換債 也就是說 在過去小島開發中國家 或者最低度開發國家的發展過程中 常常會產生非常多的外債 那透過具體的做出氣候行動 抵減他們這些外債 或者協助他們提高一些 基礎建設的融資等等 最後一個行動呢 是針對這些減排 減排仍然相對困難的部門 包含主要航運以及港幅城市 建築運輸等等 鋼鐵業啊 水泥產業等等的深度的去探 確保他們在轉型的過程中 韌性的發展 終於最後一個行動 也就是針對這些減排仍然相對困難的部門 包含主要航運 港幅城市 建築運輸 以及鋼鐵 以及水泥產業等等的深度去探 另外呢 也要確保他們在碳中和的轉型過程中呢 是具備韌性的 好啦 以上就是2020年十大優先氣候行動 分享給各位homies 也要提醒各位homies 在氣候緊急的午夜有你有我 希望大家在2020年時 找到自己落實氣候行動的優先方案 以上就是本週的克萊美特宅報道 掰